我们介绍完十一制作终于要进入高后半制程 金属化行动 金属化行动 金属化当中呢 基本上最主要的本体 续号在创造的过程中 希望的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的是它的电子力 但它的损 电的损套力 好 第二个一个希望是怎样呢 金属的表面是一个平滑的表面 而且呢 有高抗电质前领域的能力 因为电子本身在损动的时候呢 会冲刷金属原子 那在大量的电流流过金属的时候呢 大量的电子会冲刷金属原子 那使得有些原子呢 容易被电流给带走 或者说被电流移动 这叫做迁移 变成叫做电迁移 所以要能够抗电迁移 叫做大电流流过金属 这个金属不过还能够维持稳定 然后再特别的混沫金属 基本上金属电路制程金属当中 我们需要用到的金属呢 需要的几条件 第一个电的字套 做出来就是这样呢 电竹制造军 电竹是第一 保电率好 第二个 它的制程在薄墨上去之后呢 希望它的表面薄墨是平坦的 是光滑平坦的 因为图案化的时候呢 比较重要 因为要高级其他 再来就是什么呢 金属原子它能够抗电子的 迁移功能 因为大量电子流过的时候呢 大量的电子在移动的过程 会冲刷金属原子 那可能会把基础原子给移动 然后到最后就形成空洞 就不好了 所以呢 要有抗电子迁移的功能 那第四个活摩一名 成绩上去之后 制伏硬力希望不要太大 那满足这一例要求呢 最主要早期再用的金属是链 但是链就有很差的电子迁移功能 金属链在大量电流流过去的时候 很容易形成空洞 因为金属链原子 很容易被大电流的电子给撞开来 原子撞开来 所以后来都改用铺铛 后来都改用铺铛 那此外呢 金属在沉寂的时候呢 金属沉寂上去之后 底层的材料不同 附着力会不同 所以我们希望 它能够可以跟slicken 可以有很好的附着力 然后也要稳定的机械力 就是要能够 不要太软 然后要稳固 然后要抗腐蚀能力 而且要容易沉寂跟适合 又要很容易耐用 因为现在后关制作都需要平坦化 所以洗药能够容易沉寂 又容易死磕 也很容易可以磨磨 说穿的就是这样呢 要能够 既要容易沉寂 又要容易突然化 讲白的就是 要容易沉寂 容易形成又容易突然化 好 好 好 那 好 那以前都是用纯铝 后来发现纯铝呢 刚刚讲过纯铝 第一个熔点D 第二个会有电子迁移功能 就是Electron Migration 就是电子在跑的时候 铝原子很容易被电子给出抓掉 会断线 所以后来就要拆一些sicken energy 变成铝锡合金 那它能够抵抗电子迁移 抵抗电子迁移 那现在也很旧明昏的铝锡合金 现在用多层金属来期待 已经不是用单一金属的期待 现在要用多层金属的期待 现在要用多层金属的期待 好 这里有一个适应笔 好 这张适应笔 这张适应笔可以看到 电竞体整个做完之后呢 首先第一个金属化就是什么 就是在silicon表面 silicon silicon silicon跟金属的表面的地方呢 会先形成金属锡挖屋 那这里距离是 改变变silicon 但是现在都是Nicol 现在都改变Nicol Silicine 都已经从钛变成钩 现在转型最新的就是涅 因为涅的温度比较低 涅在比较低的温度 就可以形成主持 比较低的锡挖屋 那形成金属合金之后呢 接着就是要 要拉它内 接触床处啊 那这个要控制它 所以这个很深 这个洞很脏又很深 因为现在圆间越做越小 圆间越做越小 开的孔就越来越小 而 开的孔很小 那你选择这个填的金属 就要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填充的力量 所以后来选择什么呢 后来这个 就选择U U U才给填得很好 但是U呢 U用的气体是WFU U在成绩的时候是WFU 会有佛的气体 那旁边这个 我们讲的ILD 或者ILD 是什么呢 是阿赛绝成 所以它基本上会怕佛的气体 会怕佛的气体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保护好 这一个 ILD 那怎么保护好ILD呢 曾经乌的施浅 要先 曾经书 当做什么呢 当做乌进去天的时候的附着层 跟佛乐子当成 那这一层基本上会使用 Ti跟淡淡淡 会使用Ti 附着好 因为Ti的附阻力比较好 然后再次淡淡淡 淡淡淡是来当做主打层 在成绩金属的时候 有任何腐蚀性的东西 可以被淡淡淡淡感觉 然后最后再填入 所以这层蓝色的世界上 它是爽层结构 它是先Ti再淡淡淡 然后再填入 填完之后呢 在下一层呢 又用是用什么Ti 淡淡淡 一个是负责附阻力 一个是负责主打层 一个是负责主打层 负责可以当做抗环色度模 来用 所以 钙淡淡淡是可能性常出现的材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在第一层 ILP结束之后 接了就是IMD了 IMD就是金属跟金属 直接的全层 那K值比较低一点 K值比较低一点就是 就是在SRF里面掺一些 碳 掺一些 缝 缝 的 元素金居 大家K值比较低一点 然后呢 所以第二层金属开始呢 就会使用第一组织的 铜 最下面不会有铜 是因为这泰克想用屋外填好不好 到后面一点的泰克就可以大一点 因为二楼三楼四楼以上的空间就比较大 并不是所有的铜洞都在第一层全部到铁 有些可以留在三楼在铁 有些在二楼就可以铁了 所以有一些铜细 它们铜细就可以大铁 铜细大铁 铜细就用低组织的金属 铜 铜录进去 但是铜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扩散 铜本身是一个很容易扩散的金属材料 所以呢 在铜录进去之前 表面也要有一些铜粒子的阻挡层 会有什么呢 铜 铁 铜 铁 铁 所以我们将会需要铁铁铁來增加附着力 跟决合附着力 然后再握入 在诵则铁 铁铁铁 來當作銅的擴散數量層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在這裡面可以看到我們講到的幾種金屬 從一開始金屬化製程 金屬化製程一開始就什麼呢 一開始先行著私立上 主要在哪裡 在Gate、Source、Grain上面 在Morstead、Gate的時候 Grain上面所有需要接觸的基層金屬 就是要怎樣呢 先跟Think產生金屬計畫 降低組織 降低金屬跟半導體組織 所以呢 半導體元件製造完之後 開始到金屬元件之前 一定會有什麼呢 金半介面 一定會有金屬跟半導體的介面 為了降低電子就會先形成私立上 而這個金屬呢 根據年代最早是用它 後來轉變到N 最後轉變到N 所以現在主要是以Nine為主 所以目前都是以Nine為主 變成Nikosilisa 所以現在的Nikosilisa 然後再幫大家的Nine除掉 再來高度退回一次 然後讓別人清楚 跟Nikosilisa 好 Silisa接觸之後呢 下一步是什麼呢 下一步就是要填 填Tonstant 要填 要填秘額 我們講的 孔洞接觸窗上去的那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秘額 或者叫做秘額 稱之為秘額 或者是Low Prime 整個組裝的 金屬組裝的 我們稱之為秘額 或稱之為File 那基本上用的位置 基本上下一步就是要填秘物 可是在U之前呢 因為U是用CVD做的 後面有個介紹吧 它是用W6跟F6的氣體 加上H或是加上CV 會形成Tonstant 再加上什麼 HF相關的氣體 或者是Si F4之類的東西 不管怎麼樣 都有縫的氣體 或有腐蝕性 所以在這之前呢 就要改用什麼呢 Ti跟Ti 來當作 一個是附著層 一個是阻擋層 所以這是為了附著力 這個是當作阻擋層 在填進層之前 然後藥蝕有的主導神 保護好阿塞 接著才是 那層完了之後呢 一樣有胎 蛋花胎之類的 看到這些東西 層是做的第一層幾天 填發或填立眼的時候 可是後面就會用到什麼呢 後面就會用到什麼 可是在從之前呢 因為紅眼不會擴散 所以要為了保護好 不讓紅擴散 或者是卡 跟淡化一樣 基本上 金屬的淡化物 都是拿來當作阻擋層的使用 比較多 否則純金屬就可以嘛 為什麼把它淡化 因為淡化後的金屬比較致密 比較致密 它的機械硬度比較好 它抗浮性能力跟抗氧化能力 都會比較好 金屬的淡化物 我們要把它淡化之後呢 還是金屬 組織會越高一點 組織會比較高一點點 跟純的它淡化物 TIM 跟純的TIM 它的組織會比它高一點點 但是它好處就是它要阻擋著 抗氧化能力也都比較好 就是比較堅固啊 比較耐用 所以 可是附著力會比較差 所以其實就需要一個純金屬的 為了附著 附著 附著在設定 金屬要能夠附著的好 要黏貼的好 大概就是這些 那接著我們來一步一步的來看特別的解釋 所以你會看到 後段的金屬 從下層開始 是什麼呢 碳 固 或者是滅 現在就使用滅 滅上來之後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固了 可是成績固之前會有保護層 碳跟氮化碳 好 固層一上去之後呢 又是一個氦化碳 在當作最上層的金屬 好 然後呢 或者是絕緣層 這裡有絕緣層 基本上就有一個絕緣層封住它 然後再吃棒之後 要填 填銅子裡要 TN 填完之後呢 再把它磨平 然後再用新的絕緣層這樣進來 好 一層一層的保護層 一層一層的上去 所以你會看到 有很多導電骨抹膜 好 那 導電骨抹膜不只是純金屬 它有什麼呢 高摻瓣的半導力 也可以把它視為金屬使用 高摻瓣的半導力 本身導電率也不錯 但是 在怎麼樣高摻瓣的半導力 它終究到導電率 終究還是贏不上純金屬 終究還是贏不上純金屬 所以多金屬最主要是拿來當作紮起 取代傳統的金屬紮起 為了自我對準 這不會我們之前課堂上介紹過 多金屬一取代傳統摻瓣的 變成GAT 但實在怎麼樣 它還是 高摻瓣的半導力 雖然有個特性 導電率不錯 但是還是不如金屬 所以就需要有金屬氣化物 在康貼的地方要有金屬氣化物 那早期會用到鋁合金 但現在比較不太用鋁合金 鋁的優點就是什麼 便宜 溶點低 但溶點低不見的是優點 同時它也可能是缺點 再來它會擴散 你的充Migration又很差 又有點嚴重 也有充Migration 所以現在都用合金 用什麼呢 鋁系統合金 甚至用鋁 參系還不錯 還要參口 還有鈦金屬 烏金屬 還有什麼呢 淡化鈦金屬 這些都是常用的材料 好 那在90電單 基本上主要的導電就是用銅 銅的導電能力 而且會用電度的方式 沉積上去 好先講到 第一個導電模模 最常看到的就是多金屬 是高參達多金屬 前提降號 我們講所有的金屬模 應該講導電模模 高參達多金屬本身導電力不錯 電阻力 主要是用在哪裡呢 做砸擊 以及在前段製程當中 不是所有的金屬導線都要用後段來拉 我也可以利用多金屬在前段製程的時候 就做金屬連接 就做金屬連接線導線使用 這就可能做了 所以多金屬你可以拿來當砸擊 以及部分區 你想要做連接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多金屬 只是你在用多金屬連的時候 你要想出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一個高參達多金屬 跟另外一個高參達多金屬要連在一起 就是你訓練要做一件事情 兩個高參達多金屬 參達的TIE比較一樣 如果參達TIE的固定 它就會變成P-N junction 反流不倒鏈 所以通常連接線是怎樣的 我要想要從N-Plus連到另外一個N-Plus 我可以用N-Plus多金屬 從P-Plus到P-TIE的半導體 沒有P-Plus多金屬 但是P-N之間 你不可以用多金屬連 你用多金屬連就會形成P-N junction 所以多金屬主要是拿來當炸擊 它多金屬的好處是 溫度 高溫的穩定性很高 耐千度都沒問題 溫度高一千度它都OK 所以主要是用它當作炸擊 自我對準使用 自我對準使用 那多金屬主要是用P-CVT 用什麼呢 用SALEN或DICOSALEN 配 用SALEN或DICOSALEN 這個就有新的原材料 這有在CVT上也介紹過 如何成績系 用SALEN相關的系統 可以 那再來介紹的是C化物 為了減少電子金 高溫度的速度 都會使用電阻力 比多金屬下 要避很多的金屬C化物 那像是C化碳 或者是C化Q 但是如果能用純的金屬最好 因為金屬C化物的組織 比多金屬C 高深度的東西還要低 沒有錯 但是又比純金屬 還要來的高一點 因為C本身就不是倒極了 你摻的C跟純鈦相比起來 當然是純鈦存值比較低 C化碳層值會略高一點 但基本上已經算是金屬等級的 的薄膜了 好 那C化碳層應該是自我對準的金屬C化物 就是剛剛講的 在GateSoul 就是露出Silicon的地方 露出Silicon的地方 形成Silicon 形成Silicon 而被絕緣成包住的地方 它就不會形成 所以這種 你整片層積金屬 然後一個退伍 它只會跟C接觸的地方 有反應的 這就叫做自對準的 金屬C化物製成 這之前已經也介紹過了 好介紹過 可是又來了 因為半導體的細 很容易在表面 在空氣中容易揚光 所以 金屬要沉積上去之前 你要確保你的細是 完全露出外 沒有上面不會因為 放入空氣方案 就是這樣化物 所以通常會這樣 沉積金屬之前 會先用阿港的建築 先把表面的原生 養大廠給空掉 確保表面露出來 是純自裏痕 這樣基礎上去之後 才可以對火型的金屬C化物 如果你表面已經養大 是阿賽 你金屬上去 它就不會反應了 或說反應會不會很少 這樣 所以呢 在這種自我對準的 金屬C化製成的時候 就會先有個怎樣呢 沉積之前會有個 Presparting Presparting 就是前建築製成 把表面的原生 養大廠給空掉 然後再透過Spart 建築金屬到金屬表面 然後再經過熱對火形成 金屬C化物 主要是在什麼呢 Gate的頂部塊的Sparting的表面 就像這樣 好 大家講過 這層材料 早期是鈦 後來變成鈺 現在變成膩 好 那不管這件事 Silicon露出來的地方 就希望跟金屬形成金屬C化物 而沒有露出來 被Sparting保護住的地方 它就不會形成任何的金屬C化物 所以整個生物 過程滴上去 一個熱對火 只跟Sink有接觸的地方 形成金屬C化物 那剩下的呢 在整片剝除 之前我們介紹過 這種金屬C化物 整片剝除金屬要用什麼呢 用的是熱硫酸 硫酸加硝硫酸的STM 所以整片硫酸的剝除 用的就是硫酸加硝硫酸 硫酸加硝硫酸的STM 就可以用濕濕濺酸 把沒有反應的整片性全部剝掉 不管是臺 菇 膚 膩 這三個四代 不管是哪一種 都是用硫酸 把沒有反應完 剩下的金屬全部剝掉 那剝完了之後呢 接著再使用 第二次的退火 來改變什麼呢 金屬C化物的Grain Size 或者說它的潔淨狀態 可以降低電阻 變成電阻比較低的Base 因為不同的項 不同材料的Base 它的電阻質不同 電阻質不同 這是使用的 那個 C化碳 C化物現在很常在用到 C化物很常在用到 主要都是 什麼呢 現在都是C化蜜亞 現在都是C化蜜亞 這個樣子 好 來看一下早期的 早期的金屬的王者 在早期摩斯貝 初期半導體開巴拉時代 鋁一直是最常使用的金屬 因為鋁呢 導電率在所有金屬裡面 還第四個 突然有點迷失它 也欠佔那個環境 但是第四個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很便宜 鋁很便宜 鋁很便宜 導電率又很好 導電率又很好 但是鋁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是什麼呢 鋁會融 系會融解到鋁裡面 也就是說鋁呢 會跑到系裡面 那有個地方跑得太快 就會這樣貫穿這個pn junction 就會讓整個pn junction斷路 讓整個pn junction斷路 這稱作為spiting spiting 尖呼線下 這個英文叫做spiting 這稱作為spiting 金屬產生的尖呼 代表什麼呢 金屬擴散得太重 你一個加熱 金屬擴散太嚴重 就會形成spite 就會形成接面接鋁 接鋁 接鋁線上車導致什麼呢 反而是有金屬的路徑 全部都會等電位斷路下去 就變成原本是tn junction的 全部不短路了 全部都不戴起 電營體就沒有用 就沒有銷 所以後來鋁呢 就不會用在前面的 就不會用在前面的 真的嗎 尤其現在的裝潮越多越前 第二個就是Electron Migration 就是跟各位講的 電流在移動的時候 電子在跑的時候呢 它會去推動金屬的能力 或是金屬原子 它會沖刷金屬原子 最後一重刷輸刷完之後呢 哇 整個技術就慢慢的越來越長 到最後就會 要嘛就怎樣呢 整個斷線 要嘛就怎樣呢 只剩下這個裡面 很方便 那就變成大量的電流 斷陣路 到現在這邊過去 這邊的電流密度就會超級大 那這邊電流密度超級大 這邊就會發熱 這邊也會再溶解 甚至又怎樣呢 很容易就 就會死掉 就會斷路 因為這裡的電流會越來越大 因為大電流嘛 可是小接觸面器嘛 那這裡的電流密度就會成長 超級大 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就會死掉 這就稱之為電子牽引 Inletal Migration 鋁就會有很嚴重的Inletal Migration 所以後來呢 半拉米製成配 就不會用純鋁 都是鋁裡面再加一些 矽啊 加一些銅啊 變成合金 使得這個Inletal Migration的現象 抑制下來 把它抑制一下 接著來介紹鋁 鋁 鋁就是稱霸了很久 鋁呢 可以動來當金屬氣化物 但是這已經是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已經不是用鋁了 現在已經是用鋁了 那鈦呢 還可以把它淡化 一整淡化鈦 那淡化鈦 可以幹嘛呢 在28厘米的 還可以Malongate世代 之後 淡化鈦 可以拿到它當金屬炸氣 Malongate 而淡化鈦呢 本身又是炭 白色成 而淡化鈦 可以當作什麼呢 它發成金屬運遮蔽層 還有鈦還有蠻多功能的 還有蠻多功能 那現在大家最主要是著重在它 金屬炸氣氧化鈦 金屬炸氣的地方 以及什麼呢 淡化鈦基本上它是 抗濕氣、抗水氣、抗氧化 很好的材料 淡化鈦 是可以抗氧化的很好的材料 所以你看到現在怎麼做呢 好下一段 金屬錶面形成金屬氣氧化鈦之後呢 接著要怎樣呢 填洞 烏要填進它 可是烏的本身裡面還有很多的佛 因為它是用WF6的氣力進來的 所以就要保護好絕圓層 跟保護好下面施力層 所以就會用什麼呢 先錄一層炭 因為炭的裡面附比較好 它的附著力比較好 可以附著在阿塞跟 氣氧化鈦的表面 接著淡化鈦 來當作阻擋層 當作佛的阻擋層 然後接著才是CBD 湯浮進來 湯浮進來 湯浮填填填完之後呢 利用CMD把活屏 一模屏之後呢 再使用泰跟彈化 來把它封頂 把它封住 一樣 泰是當作附作層 彈化帶來當作出浪層 這樣子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必顏 一個必顏的形成 上面再用低層金屬 從這裡看著就是低層金屬 這邊就可以開始做金屬連接線 每一個搭配都需要有 發個接上來 接著就要開始做各自的 金屬連接線 就會開始有所謂的 Metal 1 Metal 2 Metal 3 每一層金屬都會有 給它一個變號 叫第一層金屬 第二層金屬 第三層金屬 而眉層金屬 你會看到 如果是屬於同合金的話 那是用泰跟彈化帶來 包夾它 包住它 靠近金屬上下的 這個彈化帶 阻擋層就是靠近 最靠近金屬 再來是泰是當作附作層 所以你會看到 彈化帶 我本來用於當作阻擋層 附作層 跟抗反射層 但是如果是附作層的話 它還有一個彈化帶可能 那是保鮮期間 用碳的話 是最perfect的 那如果說 你的痘痕小 一天不靜碳 就只有蛋化碳 也還可以 也還可以 那可以當抗反射層次 之類的 那抗反射層層的 功能就是怎樣呢 可以增加 流氓解析度 這我們在沙哥哥介紹過 就是要抗反射 一隻手的 一隻助波效應 抗反射可以一隻助波效應 然後呢 蛋化派呢 現在變成什麼呢 金屬炸雞了 金屬炸雞了 Gay-ASA是HIGH-K Metal-K 基本上會使用金屬炸雞 TI 而金屬炸雞的製程 又分兩套 早期叫做炸雞優先製程 28nm太多炸雞優先製程 從20nm之後呢 就叫做後炸雞製程 Gay-Less的製程 Gay-Less製程的話呢 就是填進去的 填進去的製程 這兩種做法不太一樣 這兩種做法不太一樣 所以會有所謂的炸雞優先 跟後炸雞製程 看一下這個 沒有介紹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將來 什麼是Gay-Busk 什麼是Gay-Less 這個我們將來有機會 講到製程整合的時候 我們再來介紹這個東西 那 TIM就是拿來當作 Gay-Less製程 那接著你看到有多層金屬 這是為了瞭解Gay-Less製程 為了瞭解Gay-Less製程 這裡面有很多的行為存在 這個 不知道資本有什麼地方 有機會再講一看 理論上都是各家的產商機密 裡面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不知道嗎 一種都是機密 所以為了看一下機密 就是到怎樣呢 到NOVA去買一顆處理器 然後手續企業體驗 前電子顯微鏡之後 再去當分級就會知道 人家是用什麼材料 但是因為已經很小 又很薄 又很多層 所以比如說 我裡面同時拿到 好幾個金屬的成分 那請問他這個 直接用一層 是這麼多材料嗎 還是我分 這個多材料 我是分到幾層度 哪一個退步 哪一個在一起呢 你不知道 因為你買來 切來看 是不是看到最後的 完整介面 但是怎麼拿到它 那就是私人地方 那私人地方要怎麼知道 就要學大陸一樣 砸錢 挖你過去 然後問你 怎麼做 好 小新專業應該知道 關懷告網 因為這就是 秘密嘛 自稱機密嘛 所以通常進科技的人 都會簽作為 禁業條關 禁止競爭的禁止 就是怎樣呢 幫助同行之間 人才在流通過程 也把公司的機密流通了 那就完蛋了 所以都會簽那個保密協定 或是禁業條關 但是禁業條關要成立 首先是 你離職的時候 人家願意 怎樣呢 花錢 如果對方沒有局限強力 禁業條關好像又不成立 好像又不成立 這部分都要問路醫師 不知道 只知道怎樣呢 在大公司上班 當你跳槽到另外一間公司的時候呢 你很容易收到一種 叫做純正性能的東西 所以當你從A公司跳槽到B公司 你就會收到一張純正性能 人生想收到純正性能嗎 跳槽的東西就有了 你會收到純正性能 除非 效果一樣 從公司跳到學校 他就不會 就沒有經驗跳完 因為在學校並沒有跟他有競爭 競爭的關係 就這樣 否則基本上 像我同事我朋友 人人身上都有幾張純正性能 好 再來聽到Woo Woo是最常使用來填充接觸窗 也就是Plug 就是立耳的東西 行的所謂的酸胆Plug 就是連接下層是金屬 下層是系化物嗎 上層就是金屬嗎 前面講過 Plug就是連接下層是金屬系化物 不是系表面 要形成金屬系化物 上面看的就是它是各層的內容 所以這個block就要連接金屬層跟錫描面 基本上會使用烏是因為 CVD的烏會有非常好的接液覆蓋跟接錫填空能力 所以會選擇烏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烏好填啊 如果大家做得不好 你就不會輸到烏了 烏會勝出是因為烏需填空填充能力很好 如果說你的動大一點 因為不需要填的很嚴謹的話 我用鋁銅合金就可以了 我更就不需要用烏烏烏 因為鋁銅的電阻值還比烏來得很低啊 烏的電阻比鋁銅還要高 比鋁跟銅都要來得很高 但是鋁跟銅在填洞的時候沒有烏填的好 所以就會這樣犧牲一點點電阻 但是要求要填好 分工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很怕 洞最小的地方用烏去填 洞大的地方就用烏去填 或是鋁銅而已 所以你會看到 早期洞比較大的時候呢 會用鋁系統去填它 但是當洞很小的時候你還用鋁系統 就很容易產生什麼的孔洞 為什麼又有鋁銅嗎 西密地層階的時候會有鋁 洞很小的時候到達差不多大會鋁銅 然後最後就會留下一個孔洞 留下一個孔洞 在擋變電流擋孔的時候呢 只有金屬會擋入電流 孔洞就沒有電流 使得怎麼樣呢 越薄地方的金屬電流密度越大 就會越容易出問題 越容易燒斷 到時候就斷路了 金屬電流太大就會斷路 就會燒斷路 所以後來呢 就要填這個洞 就不能再用鋁系統合金了 就改用鋁 改用烏的Tonson 只是用Tonson主體大會比較好 因為小開口就要用Tonson烏 這是一張 這是一張SEM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兩根填進去 這可以看到一個什麼呢 即使是金屬 金屬也是多金的向盤 也是Poly的形態 你不要想說金屬就是一個很平坦的東西 沒有 金屬也是一堆合力 一堆grade 一堆grade 金屬grade形成的 填進去 所以金屬也是一堆grade 一堆grad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快快快快快的填進去 這就是金屬 那通常金屬 就是金屬 然後上 這邊還有開根單 然後當作附羅層跟鋁大層 田的 好 所以呢 在底層的法格比爾會使用 是因為 要填很小的洞 那麼到後層呢 從第一層金屬開始 第一層金屬第二層金屬上去之後 你的洞就比較大 比較大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就希望電阻值低 就希望電阻值低 那這時候的王者就是銅的 好 早期是鋁啦 但是鋁 因為有些充滿grade的特性 就差一些鋁 那後來發現直接用銅就好了 只是銅的確比是什麼呢 銅很容易擴散 銅很容易擴散到全層裡面 它甚至跑到電競體那邊 可是就可以用主張 你剛剛介紹用TA TA可以主張它 好 那我們先回到主角銅 銅呢 銅呢 銅的電阻係數是1.7 mine phone on 5C 這電阻很低 所以鋁與銅核心的電阻 還有銅 這是純的銅 那鋁與銅的話 是2.0到3.3 哇 是他的兩倍 是他的兩倍 好 那銅比銅的銅數就是 他對他直接充滿了一些人的力量 就是電子去充鑽它比較充鑽 鋁的話電子充鑽它就很容易引起主持流 但是銅就很好 但是銅的缺點是什麼呢 銅跟二氧化系的附阻能力很差 也就是銅直接沉直在二氧化系上面 很容易剝露 所以就希望有附阻層 就希望有附阻層 所以銅的優點是電阻力 然後呢 以來充滿危險能力好 抗以來充滿危險能力好 但是他的缺點也是附阻力差 缺點到底是什麼呢 銅在細跟二氧化系中的擴散速度很高 銅的擴散會導致金屬污染 導致短路 跟導致有很多金屬離子 Mobile IO 會導致原件的特性失效 再來 銅力會很大區 就是銅很難dry去 很難dry去 所以銅的缺點滿多的 這就是為什麼 開始銅 開了路想要把它拿上檯面來 因為銅這些問題要去解決 但是現在的一個一個的去解決掉 總統解決 10顆能力很差 我就不要開10顆 我用CNT磨的 把握住屏就好 磨斷的問題就好 對不對 附著力很差 那我就給他一個附阻層 就解決了 然後呢 擴散的重點高 我給他一個阻擋層 就解決了 這樣子 所以這三個分別要什麼 我需要有附阻層 我需要有阻擋層 我需要有阻擋層 所以這三種呢 就開始改善了我們的權力 所以呢 就出來另外一個東西 為了輔佐同上位 他最佳的輔助大臣 就是塔 TA TA就出來了 TA可以作為 同城濟前的阻擋層 TA可以防止層擴散 可以防止層擴散 但TA一般是用48能建築 一般是用48能建築出來 建築出來 建築出來 這就是塔 TA 所以同的 同時說以為 今天是今日的立位 鈦 是幕後工程很重要 那再回過回來 剛剛前面講過 鈦用在金屬細化物 已經是過去式了 因為後來出現了 在0.18至乘到90那里至乘的時候 就是用鈦取代了鈦 鈦取代鈦 因為鈦的則是 西化鈦的組織比 西化鈦的組織淡低一點 但是呢 不論是鈦或鈦 都有一個缺點是什麼呢 他所謂的金屬細化物的溫度比較高 大約都要帶五百度左右 後來找到面 面可以降到400度就可以形成 我叫做低組織了 低組織的細化物 而且這個組織也不差 所以後來用面 面的優點是他的溫度較低 所以原間越小越害怕 溫度一高就會有擴散 跟金屬很容易跑掉 尺寸越小的 材料控制能力就要越高 你只要越能夠控制材料 不要亂擴散 不論是高騰或是金屬材料 所以要嘛就是希望怎樣呢 製程溫度越低越高 那製程溫度越低的話 要把前面的細化太天細化物 你組織就沒辦法 那在低溫的要求下 組織還能夠接受你的溫度 所以後來就用細化液 取代了太天膚 形成金屬細化物的柱材料 那一定要也是用18秒可以形成 好